为加强秦澳两地联动发展 6月29日超过近千名猪澳运动爱好者 齐聚恒情新乐度露营小镇 开启2019秦澳欢乐跑 有机会参加到这个活动 都让我感受到我们作为大湾区的分子 特别是猪澳青年的疫情和友善 让我感受到猪澳是一家亲 本次活动分为10公里组专业跑 和5公里组亲子跑 参赛选手将围绕新乐度露营小镇特色路线 在比赛中感受园区的独特魅力 这次活动大约有近千人参与 其中有将近300到400人 因为本次活动的整个路线 全部围绕着咱们新乐度露营小镇 所以参赛者首先会经过我们的特色住宿区域 包括我们新开的200套风格窗疫 的一个特色住宿 然后还会穿过我们一个亚洲最大的 一个无动力事件 所以这个风景的话 可以说在大湾区是独一无二的 作为恒情国际休闲旅游岛建设方案 获批后首个面试的旅游专案 新乐度露营小镇 也成为本次活动的主营地 希望可以通过赛事交流的形式 推动珠海及澳门两地之间的交流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